我重生到了丧尸爆发的两月之前 一睁开眼我就看到男友苏月紧张的神情 我心里泛起一阵恶心 重活一世 我要拿回空间 摆脱这对男女 疯狂囤货 守护家人 我重生到了美国丧尸爆发的半个月前 半个月后即将爆发丧尸 而这个时候我正在美国旅游 从床上惊醒的那一刻 我内心充满巨大的恐惧与疼痛 因为上一刻我刚被男友的汉子表发小 推进了丧尸群 被撕咬的痛感强烈至骨髓 我痛呼出声 男友苏月的声音紧张的在旁边响起 楚月你没事吧 我瞳孔幽深的盯着她 不动声色的掐了掐大腿 是痛的 上天垂帘 死后我重生了 看着苏月紧张的表情 我心里泛起一阵恶心 但我不能表现出来 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缓了缓情绪 开口道 老公 我没事 时间不早了 我们去找姜爽吧 我看看时间 美国时间上午十点 这个时间姜爽正在楼下一家网红餐厅用手机吃鸡 前世刚来美国时有点水土不服 胸闷腿软 男友苏月扶着我提议去酒店休息一下 姜爽扫了我一眼阴阳怪气道 小月 你身体还挺娇气哈 若不禁风的 怪会给苏月找事 你看把苏月给累的 随后抬起胳膊勾着苏月的脖子 做事要给苏月擦额头 我这身体好的一点都不像女孩子 怪不得没有男孩子喜欢 苏月偏头躲了一下 簇着眉 姜爽 跟你说过多少遍 能不能不要动手动脚的 我女朋友还在呢 我本来身体不舒服 没有理会姜爽的话 姜爽却撅着嘴 嘴里嘖嘖道 有对象就是不一样了哈 我俩都多少年兄弟了 不一直都这么相处吗 小月 你应该不会斤斤计较 连我都容下了吧 这一直是姜爽的路数 宣扬自己性情耿直 心直口快 嘴上称呼兄弟 手上却老是对苏月动手动脚 思绪回笼 我跟在苏月身后 不一会儿就来到姜爽所在的餐厅 走进餐厅 一抬头便看到那个 让我厌恶到骨子里的女人 姜爽 一如她的名字 性格爽朗大方 外形敏艳靓丽 男同事之间很吃得开 公司女同事却都不开喜欢她 认为她人品有问题 茶里茶气的 背地里还提醒我离她远点 但那会儿我刚入职 并不理解 以为这是职场的名争暗斗 整个公司就只有我和她玩 我和苏月就是她牵的线 她拉着苏月的胳膊对我说 你俩都有一个真实有缘 不如在一起得了 说完还促侠地捶了苏月一拳 怎么样 我给你介绍的妹子漂亮吧 她和我一样 跟外面那些交低做作的妹子可不一样 你要好好对待别人哦 青涩阳光的大男孩 扬起温序的笑 她说 楚小姐 以后请多多关照 因为江爽的原因 我和苏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成为男女朋友 苏月和江爽时常缺乏分寸感 我忍不住吃醋 每次苏月都是抱着我轻声解释 只是把她当好兄弟而已 前世 丧尸刚爆发后 不久苏月对我还是很体积关怀 处处护着我保护我 渐渐地 由于江爽手握着 囤满物资的储物空间 便开始变了样 苏月处处迎合江爽 对江爽言听计从 两个人更是明目张胆 勾搭到离起 为了讨得江爽欢心 苏月时常对我拳打脚踢 而我成了他俩的出气筒加保姆 心情好与不好 都要打我一顿出气 所有活都是我的 每天很劳累 却从没吃饱过饭 只等江爽心情好 才会施舍我一点食物 几片饼干 半块面包 眼前江爽的笑脸 和前世张牙舞爪的面孔 几乎重合 我实在忍不住怒气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江爽一脸莫名 滴流着眼睛看着我 小月 你不会因为我的前面 说完笑话生气了吧 我这人就这样 大大咧咧的 没法像那些娇滴滴的女孩子一样 心思千回百转 说一些虚情假意的话 哄你开心 我说话直 但我没坏心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人单纯的狠 我皮笑肉不笑道 你可想多了 我怎么会跟你这种人一般见识呢 况且狗咬了我一口 我也不一定非要还狗一口吧 你江爽被我说的脸 一阵红一阵白 精彩极了 可偏偏他又要 力帅性爽朗的性格 还不能生气 只能憋着 气鼓鼓的 像一只充气的癞蛤蟆 苏月出来打圆场 好了好了 都饿了吧 点菜吧 这时服务员走过来后 我没空和江爽battle了 我给自己点了一份 熏牛肉配黑面包 又点了一个 苏月在一旁愣了愣 提醒道 月月 你喝点水 小心噎住了 说着 把杯子递到我手边 他们可能没想到这么瘦弱的我 今天这么能吃 我装作没有看到他们表情 继续享受起来 江爽带着恶意的挪鱼 没看出来小月看着瘦 肚子竟然这么能装祸 也不知道苏月养不养得起哦 正好我也吃完了 我优雅地拿出餐巾纸擦擦嘴角 养不养得起 也不需要你操心 又不需要你养 也没吃你家大米呀 管这么宽 我给他一个白眼 我现在对他俩真的是厌恶至极 能和他们做一起吃饭 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江爽文言可能有点噎 因为按照我以往性格 是不可能这样和他说话的 苏月皱眉道 月月 怎么这样说话 出来完大家都和气一点 我文言又给了他一个白眼 不想再跟他俩浪费时间 江爽 请把你手上的玉扳纸还给我 这个扳纸是我的 我指着他拇指上的玉扳纸 直接开口讨要 这可是苏月给我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江爽故作惊讶 撅着嘴看向苏月 苏月一脸不悦地看着我 月月 说好给我带着玩的呢 这才没多久咋就要回去呢 你是不是看我给江爽带你不高兴了 我这不是看你俩平时关系挺好的 才给他玩两天的吗 我对苏月和江爽的厚颜无耻感到窒息 是我的东西我当然要讨要回来 况且昨晚上我外婆托梦给我说 有点想念陪了他一辈子的旧物 说今晚上还要来 你要是不还给我 他老人家只好去找你了 江爽别了别嘴 不情不愿地把玉班纸从拇指上取了下来 却没有交给我 直接递给了苏月 我面无表情直直地盯着苏月 大致是我的眼神太不尖锐 苏月忠实将玉班纸还给了我 手握着玉班纸 我的心彻底安定下来 作为外婆最喜欢的孙女 外婆把她的传家宝玉班纸给了我 希望她能护佑我 有一次苏月在我的公寓 看到这个玉班纸 立即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觉得很酷 便开口借过去佩戴 之后苏月一直把她戴在右手拇指上 再来美国的飞机上 又被江爽注意到了 江爽跟苏月闹着要带着玩两天 苏月被她闹得没办法只好给了她 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我前世为何这么包子 这俩货色这样子自己竟然也忍了 话说上一世如何发现玉班纸的储物功能的呢 当初美国最开始是从人流量最大的纽约爆发病毒 无数人类被病毒感染后 失去自我意识 变成丧尸怪物 而活下来的幸存者们 则不得不像老鼠一样 躲藏在城市的角落里求生存 前世的我们那个时间刚好正在纽约 一路不是在躲丧尸 就是躲当的一些穷凶极恶的白人 途中 江爽因为不合时宜的嘴舰被打得吐血喷在玉班纸上 这才触发了玉班纸的储物空间功能 这个逆天的功能在那个艰难的时候救了我们一命 有了这个随身储物空间后 我们趁着物资还没有匮乏的时候拼命的同物资 然后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 正是因为玉班纸吸收了江爽的血 所以她只认江爽为主 也只有她才有使用权 这才有了苏月和江爽的勾打 以及我的苦难史 待到后面食物和水都用尽我们 这才不得不出来寻找食物 但外面的世界已经天差地别 早已没了生人的踪迹 高楼街破败不堪 丧尸三三两两游荡在街道上 面对这个恐怖的世界 我们内心都充满了惶恐和不安 在躲避丧尸的途中 江爽为了自己能够逃命 将跑在他身后的我推向了丧尸群 这才有了我的重生 我在内心再次对自己投来鄙视目光 好了 接下来说说我们的事 我面无表情地看向苏月 你说 因为一般指的事 她有点不开心 我们分手吧 我冷冷地说 为什么 苏月傻了 因为你让我恶心 渣男 说完 我扭头就走 小月 你站住 你凭什么这样对苏月 她对你那么好 江爽在后面跳脚 我转过头去 一巴掌狠狠打在她的脸上 闭嘴巴你 渣男配剑女 我祝你俩天长地久 说完我果断转身 加速离开 江爽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毕竟我在她眼里 可一直性情温和 通情达理 楚月 苏月在身后喊得声嘶力竭 让她走 这种贱人 你还挽留她干嘛 江爽在一旁怒吼道 我头也没回 苏月 江爽 你们这对狗男你的好日子 不多了 我第一时间跑回了酒店 收拾自己的行李换房间 期间苏月多打很多电话 我都没接 东西不多 我环顾一圈 确定没落下什么后 便合上行李箱 苏月在这时进来了 她也有房间密码 她站在玄关 一脸委屈地看着我 月月 你只是一时气化师吗 我继续手上的动作 苏月 分手是认真的 打从一开始 我俩就不适合 不要再浪费时间 和生命做无谓的纠缠了 给彼此留点体面 咱俩就此别过 哦 对了 我借给你的12万 分手了我也不要你还了 如果你还纠缠 那就赶紧还钱 苏月刚抬起来的那只 想拉我胳膊的手一顿 又默默地放下 我提着行李箱就出门了 时间紧脱 我真没空跟这种人掰场 我到前台重新开了一间房 在他们楼下一层 办好手续 我回到新开的房间 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 想和家里人联系 我颤抖着手 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一听到母亲的声音 我就忍不住痛哭出声 母亲吓了一跳 紧张地问 月月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吗 我忙安慰母亲 没事 就是刚睡醒 做了个噩梦 说着我又哭了 前世美国丧失彻底爆发后 我就赶紧和国内父母 以及哥哥通话 得知国内暂时情况 还没有那么严重 稍稍安心 但后来手机没电 就和家人彻底断联了 从末世到重生 困在美国整整三年 本以为今生再也不复相见 没想到还有重来一次 和家人团聚的机会 感激上舱 我哭得实在太凶 母亲哭笑不得又心疼不已 多大的孩子了还怕做梦 是不是玩得太累了 母亲安慰的声音在耳边 我渐渐止住了眼泪 妈 你听我说 最近特别不太平 你和爸在家多囤点物资 无论是食物 还是生活用品都囤起来 母亲连连称事 又关切地问我 钱够不够用 给我转了20万 和母亲唠了一会儿 我依依不舍地挂断电话 接着我又拨通了哥哥的电话 哥 我接下来说的话 你会信吗 我打算直接告诉哥哥事情 这样我也会多一个帮手 半个月之后 美国会全面爆发丧尸病毒 迎来末日 而华国会比美国晚一些 具体时间我也不确定 可能一个月内 就将迎来世界末日 到时候将是丧尸的天下 人类都只能像老鼠一样 躲在黑暗中求生 如果我们不早点做好打算 我们家就只能沦为丧尸 或者末世 亡命之徒们的口中餐 你可能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是重生回来的你信吗 我向他诉说了我前世的经历 我知道这是过于离奇 是个人可能不会轻易相信 但这种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考验哥哥对妹妹的感情 幸好自小和哥哥感情好 哥哥无条件地信任我 哥哥听出我语气里的严肃和郑重 他沉思片刻道 哥哥信你 你在美国早日回来 我手机的提示音 哥哥刚给你转了200万 这些钱你在美国合理使用 办好了你的事之后赶紧回国 我的心里流过一阵暖流 有哥哥可真好 哥哥一如既往那么靠谱 通话结束后就着手开始部署 而我脑海里也开始构思计划 我打算先契约预班纸 接着再购买一些国内没有的物资 我从包里翻出预班纸 放在手心 接着又找锋利的物品 翻遍行李箱只找到一个刮眉刀 我迅速用刮眉刀割破手指 把血滴在预班纸上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血液沿着预班纸表面渗了进去 但几滴血下去 血液就像石沉大海 预班纸没有一点反应 我不信邪 继续割破几个手指滴血 依旧如石沉大海一般 我细细回想江爽契约预班纸时的场景 江爽因出言不逊 被几个穷凶极恶的白人殴打 喷出一大口鲜血 血液全部都被预班纸吸收 接着预班纸开始散发荧光 那几个白人壮汉见状知道是个宝贝 正准备出手抢走 却被突然出现的丧尸群给扑倒 让我们逃过了一劫 想到这里 我心意狠 直接划破了手腕 血流顺着指尖流向预班纸 预班纸开始散发盈盈光辉 眼前阴晕一片 耳边似有鹤鸣 云雾层层飘散而开 露出了一个类似于300平的 方方正正的预制感的空间 很像一个大仓库 那墙壁光泽成澈 晶莹剔透 几次反复 感觉很是新奇 我看着床边的衣服 心里顿时有点主意 正当我手触碰到床边的衣服那一刻 忽然之间衣服凭空消失 我愣神了一下 然后又触碰了另外一件 衣服也凭空消失 我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手心一握 衣服重新回到手里 菲律宾和澳洲的森林大火 汤家 维苏威 富士山等火山爆发 大规模的陨石群坠落在太平洋 及南极州等地 我查看这几日手机上的新闻 恍然道 原来前世末日来临都是有迹可循的 只是当时自己沉浸在河南有旅游的喜悦里 全然忽略这些新闻 我握着手机 回想了一下美国丧失爆发的时间 还剩下短短两周时间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计划留一周继续在美国采购 剩下一周回国和家人团聚 我查看了手里的资金 原本账户上的150万 再加上妈妈给的20万和哥哥给的200万 一共还有370万 现在空间有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去采购 讲到空间特有的保鲜功能 我毫不犹豫地拿起了手机 楼下的那家网红餐厅味道不错 我询问他们明天我能不能包场 让他们店大厨一整天都只为我服务 把他们店的拿手好菜 一天时间能做多少做多少 做好就送到楼上酒店房间来 接着我把房卡密码告诉了他们 明天我不可能浪费一整天 待在房间处置这些食物 我得把时间合理利用起来 我查看了当地的新闻 得知我所在的周明天将有一场枪斩 并且这个周不需要办枪证 也不用调查背景 我顿时兴奋起来 真是一场急事雨 第二天一早 为了掩人耳目 我特地背了一个大背包 打算到时把枪之类的武器放到包里 再从包里直接收进空间 枪斩的面积颇大 目测至少有一百多家展台 人群多以男士为主 女士也多有男伴陪同 像我单独一个女孩子 尤其还是其他肤色的就很醒目 我丝毫不在意别人眼光 迅速对比了几家的枪和价格之后 就下单了四把手枪 四把散弹枪 及四把冲锋枪 还有大把配套的子弹 选完枪之后 我配合商家办理和登记了 够枪的一系列手续 匆匆够完我就赶紧离开了 免得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徒惹麻烦 从枪展出来 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 把枪收进空间后 我看了一下时间 才上午十点多 于是我又去了当地最大的一家超市 超市很大 我先来到离我最近的零食区 开始了我的扫荡 琳琅满目的零食 各种品牌的巧克力和糖果 咖啡 各种口味的薯片和饼干等 我都装进退车 装满后我退车去结账 然后走到超市 副二楼拐角处的 一个废弃的小房间内 把物资全部装进空间 这个小房间内 没有人也没有监控 再来之前 我先打探好这个路线 才进了超市开始采购 零食区我看着采购的差不多了 转站到其他区域 我又来到了食品区 食品区有很多品种的 鲜牛肉 羊肉 购买了五车之后 他们并没有感到惊讶 很快便帮我运到 仅扫荡了一家超市 就让我忙活到了晚上 我伸展了一下四肢 最近找了一家 米其林三星餐厅吃饭 点了一桌子美食 狼吞虎咽吃起来 我扎扎嘴 感觉味道很不错 于是我打包了五十份 要求他们送到我住的酒店 和酒店楼下那家网红店 结完尾款 我便回了酒店 满满一整个房间的 各种美食着实惊呆了我 我挨个收进空间后不久 我的米其林三星餐厅的外卖也到了 继续收进空间 做好这一切后 我查看了一下今天的战果 300平的空间 被占用四分之一的范围 算起来也快满70平了 怪不得自己快被累成狗 不过收获满满 一切都是值得的 但是这样这样盲目的购买 肯定是不行的 我拿出纸笔 粗略地做了一个计划表 罗列了需要购买的物资清单 目前距离回国倒计是四天 我要合理规划一下时间 每个时间段 购买什么物资都要计划好 第一天我打算再安排一天 购买食物和日用品 各种生食熟食 各种特色零食糕点等 第二天购买药品类 感冒药 抗生素等各种药剂 第三天购买衣物 一家四口四季的衣物 第四天打算购买一些 比较有创意的特色家电电器 计划完之后 我准备明天直接飞去纽约 毕竟城市大 物资品种更齐全 我连夜搜索那边的租房信息 联系到房屋中介 租了一个市中心的大公寓 这边租房有一个优点 就是你只租一周也行 并且没有押金 由于上市的经历 我内心对纽约 还是有点抵触和难受 一路上我不停 给自己进行心理建设 但随着真正到达纽约之后 面对一堆事情 我没空再阴谋了 忙得不可开交 在中介手中拿到租房钥匙 便马不停蹄赶往公寓 处理好这些后 我又赶往离这里最近的超市 鉴于昨天那种泪成狗的操作 我关上大门 敲咪咪的收进空间 然后再等后面几家超市送货的到来 第一天的物资实在很多 晚上清点的时候 发现已经用掉了三分之二的储物空间 最重要的是 手上的钱也没有那么多了 我给哥哥打电话要钱 哥哥略有惊讶 问道 用了啥呀 这么快没钱了 我嘻嘻笑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哥哥啥也不问了 随手又给我转了二百万 我欢呼道 感谢老哥信任 回国了给你一个惊喜 哥哥仿佛被我的笑声感染了 柔声道 惊喜就不必了 重要的是早日安全回国 我到了声势 第二天购买药品 我仔细申选了几家药品种类 多又好说话的商铺 有很多储方药 非储方药能直接购买 大量药品不管用不用的上 我都订购了50箱 第三天我找了一家 在国内都很知名的运动品牌 把我们一家四口的 穿衣马术报给了销售 衣物鞋子各要了20套 第四天我开始有选择性的逛街了 只购买一些 新奇有趣的电子产品 由于电压不一样 还需要购买电压器 转换插头之类的 我觉得很麻烦 打算基本大件的电器 就在国内买 纽约的电子商城很多 我买了各种各样的游戏机 VR一体机 遥控无人机 太阳能充电宝等产品 最让我惊喜的是 有一家卖实体电子宠物的商店 这种可以摸 可以轻轻的高仿真动物视觉 和触感的电子宠物 家人们 谁懂呀 你想要什么样的宠物 都可以5D出来 并且还可以换装变颜色 无聊了打开盒子 他就会走出来陪你 没电了就会自动收回盒子里充电 简直就是懒人和末日必备 不用喂食 不会浪费粮食 太阳能充电 日常放在阳台上就可以了 主打一个省心 我要回去慢慢撸 这时候我的空间 也基本上被装得满当当了 面对末日紧绷的神经 也稍稍有了些许的放松 回国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 登上了飞机 飞机起飞 远离了灯光明亮的大地 是像黑茫茫的夜空 我脑海里浮现很多的画面 闪光的两个人的身影 前世末时候那些痛苦绝望的记忆 一针针出现 我闭了闭眼 心里默念叨 永别了 飞机降落后 我迫不及待地走出机舱 当脚踏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 内心充满了安定 呼吸着家乡的空气 感到亲切又熟悉 站在出站口 一抬头就看到爸爸妈妈 还有哥哥的身影 全家人都来接我了 我向他们飞奔过去 一头扎进妈妈怀里 被妈妈抱在怀里 爸爸和哥哥就在身旁 我内心前所未有的满足 既觉得幸运又深感幸福 我感激上舱 能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这一刻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和家人一起好好活着 回到家 坐上餐桌 内心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几乎快一出来 桌上几乎全是我爱吃的 妈妈还在不停给我夹菜 我吃了块红烧肉 久违的家乡食物香气 充斥在口腔 我太久没有吃到 华国的食物了 眼泪哗哗的躺 我吸了细酸色的鼻子 直接狂炫了三碗饭 妈 你做饭真好吃 我真是太幸福了 放下碗 我意犹未尽的甜甜唇 妈妈慈爱的看着我 表情带着点小得意 喜欢吃以后都在家里吃 妈妈每天给你做 爸爸跟着点了点头 月月 你以后跟哥哥一起回来住 你哥哥最近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天天人影都看不到 上周还跑去乡下老宅 今天上午才着家 还是因为要给你接机 爸爸略带不满的瞄了一眼哥哥 哥哥看了我一眼 用神秘的语气说道 等一周之后你们就知道了 我和哥哥默契的对视一眼 心里达成了秘密协议 发后我和哥哥都已有要事相伤为由 分别来到了书房 爸妈看我俩神神叨叨的 虽然感到很疑惑 但也没说啥 我开门见山的说 哥哥 我有储物空间 手一挥 一盒巧克力凭空出现在手上 哥哥顿时快惊掉下巴 我从一灵里掏出玉班纸 自玉班纸的储物空间被我契约后 我就找了一根绳子 把玉班纸挂在脖子上了 玉班纸递给哥哥 随后我便向他说明了 储物空间的由来 依旧逃不开讲述上市的经历 哥哥眼里划过一丝痛惜 愤恨道 要是还有机会再碰到苏月他俩 我必定不让他们好过 我无所谓一笑 让他们继续留在一国承受末世 已经足够了 说到底我的心还是不够狠 只能做到远离 根本懒得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报复他们 我向哥哥展示了 我在美国的成果 300平的空间内满当当的物资 我一会儿拿出这个 一会儿再拿出那个 哥哥看得眼花缭乱 当我把枪拿出来后 哥哥还是被狠狠地震惊了一下 他实在没想到我竟能搞到这种硬货 没把枪都爱不释手地在手上过了一遍 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肯定 有了这个我们的威胁就少一些 存活几率就更大一些 哥哥语气略带可惜地说 那我订购的那些弓啊弩牙刀呀剑 倒是没个用武之地了 也不一定呀 多一点武器就多一点保障嘛 这种冷武器最好了 没事还可以练练手 我安慰道 我把空间内的物资数量 编辑了一个Excel表格发送给了哥哥 满满几大页的物资清单 哥哥饶事有心理准备 也被震惊了一下 怪不得钱不够花 原来你早有安排 哥哥不由地发出感叹 这还不够哦 我们还得买一些国内的食物 不然天天牛肉和宝披萨也会吃腻 我边拿出纸笔边对哥哥说 我计划再去采购一批物资 不过我的空间装满了 我得找地方腾腾仓 哥哥看着我罗列物资清单 插嘴道 那我买一个大货车 你把物资都放进去 我把他们运往乡下老家 我手上动作一停 准备听听哥哥怎么说 饭桌上的时候 老爸就说哥哥天天人影都看不到 在老家墨迹了一周 哥哥眉飞色舞的说 你知道我在乡下老家干什么吗 我在打造末日堡垒 我已经瞒着爸妈 把公司给建卖了 资金全部投入进去了 我从大C市高价聘请了 专业的装修团队和建筑工人 过去帮我们赶工 在本周日之前 我们全家可以住进去 听得我一嫩一嫩的 忍不住给哥哥竖起一个大拇指 不愧是我哥 实在是高明 我想了想说到 买大货车太麻烦了 一个货车也装不了多少 不如明天我俩空出一天 租一个大仓库 把需要购买的物资安排好了 然后我跟你一块去一趟老家 我把空间内的物资 直接放到老家房子里 哥哥略带思索 便同意我这个方案 我塞了一杯热气腾腾的 咖啡到他手里 他拿起咖啡喝了一口道 你这空间不会 还有保鲜功能吧 我笑看着他点点头 他双眉一条 说说看 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不知道的 惊喜暂时没了 除了我空间内的热食和熟食 其他物资都可以放到老家 我估算了一下 大致有200瓶面积 老家有位置放吧 我端出一杯热咖啡 边品边思索道 哥哥表情略带脚匣 肯定够的 到时候你去了就知道了 从书房散会后 哥哥急匆匆地 做其他安排去了 而我则洗了一个 舒适的热水澡 投入到温暖的被窝里 美美地睡去 第二天 我悄悄把空间内的物资 腾出一些放到 哥哥和我的房间 相继去了本地最大的超市 进入超市 我俩人守一个推车 往里面走去 先去了食品区 看着货架上面 琳琅满目的商品 就犹如进入了宝库一般 虽然我在美国的超市 也囤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的心里 对于食物 还有无限的渴望 我和哥哥走在货架前 把上面的食物 一股脑袋往手推车里面扔 自热火锅 坚果 面包 以及各种饼干薯片等 装满两大推车 结完账把物资运到车上 实则借助车座 遮掩全都放进了空间 各种各样的调料 火锅底料 各种烧烤料 装了满满两大推车 把货架都快清空了 周围的大妈 看到我们的行为目瞪口呆 现在的年轻人 口味这么重的吗 买这么多调料 几年也吃不完啊 结账 放车里 丢进空间 循环往复 继续如此操作 之后直接联系超市经理 把我们的物资清单 直接送货到临时租的仓库 又联系了药厂 家电厂 服装厂 五金百货厂 把清单上的物品 直接发货到我们的大仓库 忙活好这些 我和哥哥飞往了乡下老家 坐飞机加开车 一共花费了五六个小时 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 我看着眼前 因无人打理 而野蛮生长的果树林 陷入了阵阵回忆 爷爷奶奶生前 一直在乡下包山种植果树 周围几座山都是我们家的 每座山上都有不同的果树林 小时候总有吃不完的水果 后来两位老人年纪越来越大了 爸爸想把老人们接到城里 和我们同住 但爷爷奶奶放心不下 这几座山上的果树林 便一直住着 爸爸为了表孝心 爷爷奶奶在山上 盖了一座两层小洋楼 为了方便老人养鸡养鸭 外面还围起了一个大院子 竖起了高高的院墙 现在倒是方便我们来这里闭市 周围人烟稀少 等闲不会有人来这里 而周围的果树林 更是把小院遮挡得严严实实 但哥哥为了安全起见 把院门改成了高强度的 合金防暴级别的大门 把院墙周围设满了电网 院墙上面铺满了碎玻璃和小铁刃 院墙外及周边果林里 安装了几十个真眼摄像头 还有夜视功能 方便我们监控院外及果林外的情况 哥哥把小阳楼的玻璃和防盗门窗 全部换成了防爆防火隔音级别的 并且里外加厚三层 玻璃是单面防脱窥玻璃 里面看得到外面 外面看不到里面 哥哥为了安全起见 把门窗都安装上了厚厚的遮光窗帘 家里的墙壁也都铺满了价格不菲的隔音棉 两层的小阳楼顶 铺满了太阳能发电板 二楼最大的房间里放很大一个蓄电器 蓄满电厅说可以供应家里至少一个月的用电 蓄电器旁还放置了几十块大小不一的蓄电池 我把在美国买的四辆跑步发电机 和四辆自行车发电机都放了进去 另外哥哥为了稳妥起见 挖了一个200多平的地下一层 由于时间紧脱 只是毛坯建筑 还没有来得及装修 不过排气扇和新风系统做得很到位也很隐蔽 地下室的入口位置很特别 位于一楼卧室的衣柜内 进去的时候从外面推开木板就行了 木板后连接的是厚铁皮 人进去后锁住铁皮 外面的人就再也推不开了 地下室的入口位置很特别 位于一楼卧室的衣柜内 进去的时候从外面推开木板就行了 木板后连接的是厚铁皮 人进去后锁住铁皮 外面的人就再也推不开了 除了空间内的热食熟食 我把剩下的物资全都放进了地下室内 十个大冰柜放满了肉类和新鲜蔬菜水果 剩下的物资都用纸盒子装着 整整齐齐堆放在一起 200多平的面积基本装满 最后我还放了四个折叠床在里面 以备不时之需 建筑工人们早已收工送走了 而哥哥需要继续留在这里进行一些收尾工作 我独自一人连夜回了C城 之后的几天我拿着哥哥给的钱继续采购 时不时再去仓库把到货的物资收进空间 我每天去超市 商场 药店订购物资 外卖熟食也是不要命的买 每天家里人来人往的 前一拨人一刚离开后一拨人后脚便到 嘻嘻嚷嚷的一刻不停歇 幸好我家是独栋别墅 不然邻居会被我们烦死 就这 还是被人投诉 物业的工作人员一天上门四五遍 老爸老妈看得直皱眉摇头 妈妈忍不住地问 你说的那什么末日 真的会来吗 现在这世道 怎么看都很太平呀 我看妈妈一眼又看了爸爸一眼 严肃地说 爸妈 我前面跟你们说的那些反常的天灾新闻 你们都看了吗 美国将于三天后爆发丧失暴乱 再等三天就可以验证我的话了 现在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要做好能在乱世中存活的准备 见我如此说 爸妈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只好任由我们折腾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空间再一次装满了 这时距离丧失的爆发也仅剩一天啊 我带着爸妈去和哥哥会合了 老爸老妈看着眼前的大便样的老宅子 震惊的嘴巴都合不拢 院墙外缠满了电线不说 那黑银色 怎么看怎么像围墙被贴上了厚厚的铁皮子 再看那个据说是高强度合金防爆级别的大门 双拳握在一起 都没有他厚实 老爸干巴巴的开口道 这样全副武装 就算了大炮来了应该也不会怕了吧 哥哥听完很得意 唾沫横飞的叙述着他这段时间的丰功伪计 当听到哥哥把公司都给建卖了之后 老爸语气很激动 你这不孝子 这么大的是你不和我们商量 公司说卖就卖 说着操起地上的木棍就往哥哥身上挥去 我和妈妈赶紧上前拦下爸爸手中的木棍 说到底爸妈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相信我们说的话 只是本着尊重的儿女的原因认着我们闹着玩 我当即言之凿凿的大声说道 明天这个时候 牛市将爆发丧失暴乱 可以先看新闻 要是没有这件事 我和哥哥任由爸爸处置 妈妈做起了何事佬 你们俩孩子就是胡闹 买东西囤物资也就罢了 卖公司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和你们爸爸商量下呢 好了老楚 先别生气了 再等一天又如何呢 万一孩子们说的是真的呢 老爸闻言面色铁青地丢下木棍 一言不发地向老宅内走去 院子入木是一片带开垦的土地 旁边有一口新修的井 后院墙根处是两个旱侧 据说下面挖了一个大空间 用作找汽池 我们的日常垃圾也都丢进去处理 上次来的时候我就问过哥哥 咱们的地下室和这个找汽池 不会就一墙之隔吧 哥哥当时很坚定地摇头 怎么可能 他们彼此之间还是有很大一段距离的 即便如此 这是始终不能想 一想我就觉得怪有味的 两层老宅被哥哥整得焕然一新 防爆门窗 家后的墙壁 房屋里面的格局也略有改动 装修和家具都换成了新的 我们的卧室都安排在一楼 开放式的厨房和一个小餐厅 二楼有两个房间的物资 还有一个最大房间用来囤放电池 发电机等设备 接下来是哥哥修的地下室 地下室的入口隐蔽地设置在 老爸老妈卧室里的衣柜内 地下室是我们最后一重的保障 所以里面的物资不到最后一刻 我们不会轻易使用 平时就动用我空间内和地面上的物资 但就是这些物资也够我们消耗好一阵子了 相信准备这么多足够自己和家人平安度过末世 也不知道末世之后又是个什么光景 前世我没能活到最后 这一时我想看看 这天一早我们吃完早饭后都默默刷起了手机 新闻头条便是扭试丧失暴乱 无数人被咬伤 视频里弥漫着浓厚的恐慌氛围 人们慌乱奔跑 警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声此起彼伏 远处还有不少的人扭曲地奔向其他人 老爸和老妈总算是彻底相信了我们的话 直到末日要来了 老妈担忧地出声 要不要打电话提醒一下亲朋好友们 让他们早日做囤粮的打算 老爸听完当即安排我们分工给亲友们打电话 提醒他们加固门窗和多囤粮食 由于纽市的暴乱新闻 我们没有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他们 他们纷纷表示马上就行动起来 接下来每天都是美国的视频热搜 网络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都在猜测事件的起因 有人说是一种病毒感染 有人说是科学实验失控 也有人说是外星人入侵 我们也想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 大多数人都是怀着看热闹的好奇心理 少部分有远见的人开始隐晦地提示 大家囤点粮在家里 国内小范围地掀起了一股抢购热 但由于国家政府部门的 严防死守和全副武装 华国连续一个多月都没有一起丧尸事件 网络上也是一片风平浪静 岁月正好的模样 大家都开始放松下来 日常出行和生活开始常态化 人们照常出门上班 聚会 街头巷尾重新热闹起来 我们一家也经常饭后 在果树林外的小路上散散步 享受着这一段静好的时光 我和哥哥趁着这段时间 下载了海量的小说 综艺和电视剧 万一以后末日真的来临 断网断电了也能聊一味节 这天饭后的傍晚 屋外阴雨绵绵 我们不能出门散步便都刷起了手机 抖抖上一条视频被顶上热搜 医院内 一个穿病号服的男人 在被四五个医护人员压制时 挣脱了束缚 把其中一个护士的胳膊撕咬掉 一大块肉 鲜血喷溅 血肉横飞 被要护士抽搐倒地 三十秒后 缓缓站起身 姿态扭曲地冲向其他人 现场一片混乱 视频也戛然而止 华国出现了第一起丧尸事件 国内这么久的严防死守 最终也难以独善起身 我神色不明地看着视频 上一世国内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哥哥问道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应该就是现在 我们都要打起精神来了 我咽了口唾沫 爸妈都没说话 但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凝重 次日 又一则视频登上了热搜 一家超市的监控录像显示 一名年轻女子在购物时 突然变得异常狂躁 她的眼中蒙上一层白衣 面容扭曲 疯狂地攻击周围的人 之后类似事件在全国范围内 接连不断发生 每日抖抖和微微的热搜上 不是丧尸攻击人的视频 就是人被咬后转化为丧尸的视频 大家再次感到了恐慌 各大主流媒体也开始报道此类事件 并提醒人们保持警惕 尽量居家办公 避免到人群拥挤的地方 国内再一次陷入了抢购热潮 大量的人涌入商城 超市 便利店 虽然政府部门竭力维持秩序 发布公告 但依旧抵挡不住恐慌的人群 汹涌的人潮也加速了丧尸的爆发 每天都有大量的市民被丧尸咬伤 病毒开始不受控制的传播和蔓延 丧尸越来越多 形势也越来越严峻 老妈坐在餐桌旁的沙发上 看着手机里的残景 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老爸示意我和哥哥陪陪妈妈 自己去厨房做饭 晚饭是鸡蛋灌饼 牛肉扫子面 爸妈没有胃口 只吃了几口面 喝了几口汤 剩下的全被我和哥哥消灭了 吃完饭后 我泡了一壶花茶 分别给爸妈倒了一杯 然后我坐下来刷手机 就见手机消息爆了 微信群里 朋友圈全部都是关于丧尸的 斗斗上铺天盖地 都是各地丧尸撕咬人的视频 网友们在每个视频下争论不休 末日来了吗 我家里已经淡尽粮绝了 怎么办啊 终于不用当社畜了 我要当一只百烂的丧尸 完蛋了 我们家邻居全家都变成丧尸了 正在我家门口徘徊 我好怕 我的女友变成了丧尸 我好想去陪她呜呜 我拿着手机继续往下刷 除了层出不穷的丧尸 咬人的血腥视频 还有大量的求救视频 这种时候居然还看到 有人不要命地搞直播 一个叫龙哥勇闯天涯的主播 这个时间段还在户外直播 画面里街道上混乱不堪 好几辆车撞在一起 车窗上趴着丧尸 驾驶室内被咬的人 摇摇晃晃从副驾驶室内逃了出来 不一会儿也加入到丧尸大军中 冲向路边逃跑的人 龙哥勇闯天涯边跑边大喊 老铁们 现场很是凶险 请为主播助力 飞机大炮刷起来 他的直播间中 顿时一阵五光十色的礼物刷屏 观众们不断为他的勇敢和疯狂 加油助威 有粉丝呼喊 直播有点力不从心 接着画面便一阵剧烈晃动 传来龙哥的粗喘声 兄弟们 我要先撤了 说完便关闭了直播间 谁也不知道他那边发生了什么 我和哥哥对视一眼 相顾无言 回头看见不知道何时出现在身后的爸妈 他们看着屏幕紧紧拧着眉 表情难看 俊辉 月月 我们一家子一定会好好的 爸爸用坚定的语气说道 嗯 我和哥哥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们别墅家的业主群 开始接龙统计美家的人口 说是为后续发放物资做准备 物业告诉大家目前小区内很安全 请大家非必要不要出门 17号付二位老人 6号付二个人 一猫 请帮我们准备点猫粮谢谢 2号付五个人 一个保姆 16号付三个人 我跟物业私聊说我们不在家 可以把我们的物资发给其他邻居 物业回复好 我打开别墅家的监控视频查看情况 当初哥哥买了大量的睁眼摄像头 我随手在家里放置了一些 正好方便我们远程查看家中的情况 起初有人来我们家门前敲门 见无人应答便离开了 这段时间一直无人出现在监控里 别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 我大致瞟了一眼便不再查看 妈妈已经煎好了瓷巴鱼 最后一道菜端上桌 我们一家人便开始享个午餐 饭菜的香味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力 红烧肉肉质鲜嫩 外表焦黄诱人 西红柿炒蛋色泽鲜艳 令人食欲大增 这种时候爸妈都很庆幸我和哥哥的安排 爸爸忍不住揉了揉我的脑袋 夸我和哥哥做得很好 过了几天 别墅业主群里开始有了声音 不是说发放物资的吗 什么时候开始 家里食物快见底了 是啊 你们什么时候上门 家里还有两位老人 可以帮我们送点猫粮来吗 我家喵喵快没食物了 我们还能出门吗 小区内安全吗 请大家放心 目前小区内安保很足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大家还是不要离开家门 物资已经目前堆放在保安楼大厅里 稍后统计好后为大家发放 接着是一张堆放物资的照片 我们家已经不在外出散步了 爸妈一轮 白天黑夜交替进行 工作内容就是坐在电脑屏幕前 从各个监控视频中查看情况 我有时候在值班查看电脑监控的时候 也会顺便拿出手机查看别墅去的情况 这天值了一夜班 我揉了揉饭酸的双眼 妈妈走过来揉声说 你们睡话 我和你爸俩手 你们想吃啥 我一会儿给你们做 我点了点头 但没有什么胃口 从空间拿出一杯奶茶 我打开手机 爸爸在旁边说 熬夜不去睡觉还顾着玩手机 再看一眼咱们别墅家里的监控视频就去睡 我随口答道 清晨 天刚蒙蒙亮 监控视频里面光线略微偏暗 我从监控视频里看到一名男子 偷偷摸摸趁着没有丧失游荡的空隙 在我家别墅门前鼓刀了半天 可惜锁没有打开 他又丧气地离开了 这几日其实一直有不少人来 我别墅家周围转悠 试图闯进去 监控视频里 不一会儿就见这名男子折返而来 还带来了几名大汉 几人手里都攥了两块大砖头 纷纷确定周围没有什么异常后 举起砖头哐当几声 砸开了我们别墅家里的玻璃窗 破窗而入 这番动静引来了四周游荡的丧失 不过好在丧失感官比较迟缓 还没有靠近我家别墅就已经失去了声音的来源 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别墅周围 并没有发现从破窗钻进的几个人 这几名男子进去后都傻了眼 房子里别墅物资了 连家具都没多少 其中一个叫彪哥的壮汉大力拍打那名男子 怒斥道 你不是说这家有很多食物的吗 还多到吃不完 这叫吃不完 他每说一个字便用力拍一下那名男子的头 那名男子被拍得直不起来头 语气谗媚道 彪哥 我所言非虚啊 就在三个多月前 这家连着买了几日的外卖和物资 车来车往的 闹出的动静很大 他邻居闲吵 到我们物业去投诉了五六次 我当时也登门了几次 确实是亲眼所见呀 原来那名男子是物业的工作人员 几个多月前 闹出的那浩浩荡荡的动静 让他们以为我家里有很多物资 这个时候大家缺少食物了 自然而然的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家了 只是他们如何也想不到那些物资 早早被我装进了空间 带到了几千公里外的乡下老宅 我向家人们招招手 示意他们看我手机上的监控视频 妈妈面露忧愁 看来外面的情况很不乐观 我们别墅区也沦陷了 大家的日子艰难 也不知道 妈 我好饿 我想吃荷包蛋和肉丝面 我打断了妈妈的话 听到我想吃饭 妈妈赶紧进厨房忙活起来 暂时忘记外面的灾难 鉴于上次妈妈看到那些灾难视频 伤感的哭了好几天 我及时转移她注意力 不想让她在这种结果眼上 再为这种事情忧心伤身 我和哥哥对视一眼 看来我们外面的情况 真的越来越不乐观了 大家已经到了缺凉的地步 日子一天天过去 外面的世界水深火热 而我们得益于提前准备而幸免于难 丧失的数量越来越多 几乎大部分城市都已沦陷 别墅的监控早几天前 便全部没电报废了 昨天得知大部分地区已经停电 今日打开手机 发现通讯也中断了 依托太阳能发电机的服务 我们的生活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该吃吃 该喝喝 时不时还一起祖宇宙麻将 就是已经失去了外界的联系 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 这天阳光正好 我靠在躺椅上看书 椅子上被妈妈铺上了柔软的被子 没看一会儿我便打起盹来 电子宠物胖菊和小短腿科机 也装模作样扶在我的脚边打盹 妈妈坐在一旁支十字秀打发时间 爸爸则在离地研究种植 哥哥翻出了无线广播收音机 忙活着搜索频道 一阵滋滋声中 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声音 滋滋民众们 此次病毒传播性太强 请各位居民不要外出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不要放弃 相信国家 我们会很快肃清病毒 研制出疫苗 救援大家 收音机一直在滚动播放这一段话 我们一家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欣喜 国家正在竭尽全力拯救我们 前世我没有看到这场灾难的结局 也不知道华国最后事态如何 现在国家正在努力地控制局面 想方设法拯救我们 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 而是有国家与我们双向奔赴 下去秋来 秋去东又来 两年间 我们一家依旧平静地生活在老宅子里 院子里面的土地被爸爸开啃了出来 种起了蔬菜 从最开始种子撒下去 却始终不冒芽 到现在瓜果丰硕 菜叶茂盛 正门前长着两排长长的豆角藤 豆角的藤爬满了支架 接触的又长又绿的豆角多的 把支架都压弯了 紧挨着东围墙脚长着一笼大蒜 都已经一尺来高了 茄子 西红柿 青椒 爱爱极极地长在一起 一片生机 现在我们每日都习惯性地 打开收音机听一听 收音机内每天播报各种实况广播 哪个城市已全面沦陷 哪个城市出现了实物危机 人们互相倾讶 伤人食人事件频发 希望大家相信政府 配合救援 哪个城市被政府通过强制手段 勉强控制住局面 正在建立起幸存者基地 A市的幸存者基地已建立 请幸存者前往 BCDEF市都开始建立幸存者基地了 又有一对幸存者搜救小队 在救援市民的时候立了大功 成功营救多少民众 生物学科研专家正在研制病毒疫苗 疫苗若研制成功人类将不再受病毒侵害 从最开始的溃不成菌 到现在的捷报频传 好消息越来越多 我们一家子的笑容也明显增多了 午饭的时候 爸爸和哥哥罕见地喝了两杯 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依然按部就班 除了每日的值班工作 我和哥哥定期要一起出去检查 睁眼摄像头 给出故障的换新的 没电的更换回来充电 这时候又不得不佩服 哥哥的先见之明 睁眼摄像头囤了几千个 家里满满的几大箱堆在那 用到猴年马月估计也用不完 陶树林这边有一个摄像头 出现了故障 我正在给他更换新摄像头 身后突然出现嘻嘻嘻嘻的声音 我顿时心中一紧 捏紧手里的枪 快速扭头 就看见一只野猪挥舞着巨大的獠牙 向我直冲而来 情急之下 我连开三枪 野猪倒在了血泊里 这只野猪深褐色毛包裹的强壮躯体 心红的眼 透着胸猛 粗短的四肢在血泊中滑拉着 哥哥纹声跑来 差点被吓坏 仔细检查我有没有受伤 见我没事 他又打去我 月月 你看你像不像一只勇猛的母老虎 连野猪都甘拜下风 打不过你 哈哈哈哈 哥哥 你要不要试试 我张开五指 做出夸张的动作 做事要去打他 哥哥笑着躲开 我俩闹里话 掏出对讲机与父母联系 要父亲把小推车推过来运野猪 而我和哥哥赶紧清理掩埋血迹和痕迹 以防招惹来其他东西 这天我查看监控 在桃树林的周边 发现了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我和哥哥猜测 可能是猎野猪那天 枪声动静太大暴露了我们的踪迹 虽然睁眼摄像头有语音功能 但他们对话声音太小 我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我在哥哥的眼中看到一抹凝重 看来我们平静的生活即将被打破 我们这个地方被他们发现 也只是时间问题 哥哥成了这几天 没人时常出去院墙外 加固检查周围的陷阱 而我基本上没事了 就坐在监控前 紧盯着监控画面 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桃树林边缘开过来 两辆破破烂烂的吉普车 看样子一路上经历不少磨难 从车下下来七男三女 男的皆是人高马大 看起来孔无有力的 女的却面黄肌瘦 瘦弱不堪 衣料也很蓝绿 男人们面色不善 聚在一起不知道在讨论些什么 女人则色缩在一旁 低着头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果树林由于这么多年间 先有人出没早已砸草丛生 小鹿也早已淹没在起间 但前几天我和哥哥刚出去检查 更换了真眼摄像头 树林里的留下了我们活动的痕迹 男人们开始往果树林里走来 我们一家紧张地注视着 这些男人们很快发现了那些痕迹 开始顺着痕迹往里走 果然 没过多久 他们就发现了我们的老宅 领头的男人哈哈大笑起来 其他几个男人见状也都很高兴 领头的男子 示意他旁边的撞小伙上前去敲门 大门被锤得框框作响 他们大喊道 有人吗 开开门 让我们进去 由于无法判断来者是好是坏 我们没有回答他们 依旧冷静地守在电脑屏幕前观察他们的言行 他们敲了一会儿门 但很快变得不耐烦起来 一个长着落腮胡的大汉提一道 不要再敲了 不管里面有没有人 先把门搞开再说 另一个人阴狠地激化道 要是让我知道里面有人却不给我们开门 我可要好好的招待一下他们 心脏记得留给我 我就耗这口 最边上的一个大汉笑的鼻探嘴歪 说出的话却让人毛骨悚然 我闽紧嘴巴 没有出声 哥哥听到他们的话 冷笑道 那也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打开我们的大门 那几个人不知拿出了什么工具 在大门的锁眼处鼓刀了半天 估计实在弄不开 领头的催了一口 低声咒骂了起来 接着只见他们拿出电钻机 切割机 冲击钻 电动网副锯 钢锤轮翻上阵 依旧无法破开大门 几个人面面相去 静默了一会儿 显然对这种情况无所适从 他们原本以为还和以前一样 轻而易举就能破开大门 却没想到碰到我们这种硬插 领头的沉思片刻后 打算改变策略 他招手示意其他几个人围拢过去 几个人咕咕囊囊又是一通谋化 他们决定绕过这扇坚固的不像样的大门 寻找其他突破口 他们开始往院墙周围走过去 没出两步 互闻其中一人的痛呼声 只见那人的一条腿 伸陷进泥窝里 隐隐有鲜血流出 其他人健壮急忙停下脚步 惊恐地看着他 那人踩中了哥哥设下的陷阱 他痛得面容扭曲 汗水从额头上滚落下来 他用力地挣扎了一下 想要把腿拉出来 然而 陷阱似乎被设计得极为巧妙 越是挣扎 越是陷得更深 他痛得呲牙咧嘴 喊道 虎哥快想办法救我 这他妈太痛了 领头的那人听到他的呼救声 立刻冲过来 蹲下身子仔细观察着陷阱 我们在监控那头看到 他们掉进了陷阱 都暗自松了一口气 中午鉴于外面有人 妈妈也不便在做饭 我们吃了点披萨和汉堡 靠近旁晚十分下起了雨 那名叫虎哥的领头人 和其他几人研究了好半天陷阱 依旧没能把人给救出来 这时又正直下雨 便索性丢下那人 跑进旁边刚搭建好的棚子里去躲雨了 那人孤零零的一个人 现在陷阱里淋雨 看起来颇为可怜 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开始骂骂咧咧地放狠话 等我出来后 我定要把你们剥皮抽筋 别落入我手里 否则我要把你们的肉 一块块割下来煮着吃 我们见状都很无语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夜间老爸老妈值班 由于业余 那伙人很老实地待在棚子里 早上妈妈煮完粥 便和老爸一同补觉去了 我和哥哥就着一碟烟萝卜 呼噜呼噜喝了两碗粥 如果他们今天还没走 晚上我打算搞几只丧尸化的 老虎狮子鳄鱼的电子宠物 把他们吓跑 哥哥撑着脑袋皮 我被他的想法吓了一跳 想到外面还有虎视眈眈的敌人 又把声音压低 你的意思是你打开大门 然后把电子宠物放出去 他们那么多人 万一有人醒了 把你给抓到了怎么办 到时候全家也都会陷入危险 也是他看似妥协了 那我再想想 丧尸化的动物凶狠异常 只知道蛮横攻击且毫无痛绝 这种高仿真的电子宠物 可以设置宠物的种类和外形 类似于电装 之前我们也用他们下跑过 跑到果树林深处 来摘果子的幸存者 但是现在敌人就在大门口 虎视眈眈 此举实在是冒险 就怕得不偿失 况且有那么坚固的堡垒在 明明可以狗着 这家伙怎么老想着反击呢 不知道他们想什么办法 把掉进陷阱里的人给救了出来 就是淋了一夜的鱼 腿部又湿血过多 脸色极其苍白 虎哥 我们走吧 带我回基地治疗吧 他祈求道 虎哥替他擦了擦额头上的雨水 沉思片刻摇了摇头 我们得罪了秦猛 好不容易从基地逃了出来 再回去估计就是死路一条 说完 他看向眼前的如此坚固的老宅 阴沉道 况且你瞧 这宅子如此坚固 一看就早有准备 说不定里面有我们需要的所有物资 不得不说 被他真相了 经过这么久的消耗 我们的物资还有很多 地下室的物资更是没有动用 更何况我们还有再生的食物 爸爸种植的蔬菜 果树林的水果 又这样僵持了几天 他们整日在棚子里寻欢作乐 不时传来女人的痛嚎声和他们的嬉笑声 这几个女人白天 则服侍这几人的日常生活 晚上则陪睡 更是动则被这几人打骂 拳打脚踢 宛如对待牲口 这两天为了打探院墙周围的情况 他们推攘着这几名女人在前探路 也有两名女子掉进了陷阱里 这些恶人也不管落入陷阱女人的死活 不予以施旧 看着这几个男子的坐牌 我双目星红 双拳紧握 恨不能杀了他们后快 妈妈也因为女人们的处境而难过地掉泪 哥哥眉头紧簇 声音中泛着寒意 咱们拿枪出去把他们几个给秃秃了 爸爸也赞同地看向他 妈妈犹豫了 吓跑他们吧 毕竟杀人犯法 虽然说这事到杀人也不会有人管 但是毕竟父母和哥哥没有经历过混乱的末世 还是信奉末世前遵纪守法的规则 只怕很难过心理内观 为了不留下心理阴影 我们一致决定用枪把他们吓跑 然后就吓这几个女的 乘着夜色 我和哥哥戴着对讲耳机偷偷前出大门 父母则在监控前为我们放哨 我用瑞士军刀把他们的棚子划拉开一个洞 没有刻意收声 他们被惊醒 虎哥在棚内示意一个叫狗子的手下出来看看 那名叫狗子的矮个子难易出来就被我拿枪给抵住 示意他近身后 拿出手铐给他戴上 虎哥看狗子没有回来汇报情况 便准备亲自出来瞧瞧 虎哥刚钻过去一个头 便被一把散弹枪抵住了额头 他惊恐地看着哥哥 他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有恃无恐了 兄弟 有话好说 放过我 我们这就离开 保证再也不冒犯此地 虎哥大声喊道 悄悄地把身子往回缩 里面的几人听到这动静当即炸开了锅 有一人打算从棚子侧面偷袭我们 被我一枪打折了他的腿 顿时起不来身 躺在地上哀嚎 其他几人见状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哥哥吃笑一声 你们这几个王八蛋不是很能吗 都给我把手举到头顶滚出来 这几人听话得像没脾气的孩子 排队举着手走出来 有那不老实地想趁乱从怀里掏出什么 被我一枪打在胳膊上 再补一枪到大腿上 我扬言道都给我老实点 我又对站在最后两个神情麻木的女子说 你们两个用绳子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那两名女子瑟缩着行动起来 看起来畏畏缩缩 手上却动作不减 两三下把这七个人给绑了 并且还很上道地从其中三个人怀里掏出了枪交给我 我用书包做遮掩全都丢进了空间 哥哥这时候发话了 想要活命吗 交代一下来历 虎哥忙不迭地出生 这位大侠 我们就是几名老实的逃难人 以前是帝氏的 现在世道乱了我们逃难女子 借助在山下的乡户人家里 这时一名女子奸生道 放他娘的屁 借助这几个畜生闯进王姐家 杀了王姐的家人 强占了他家 现在还把王姐留在陷阱里生死不明 求求两位恩人替我们报仇杀了他们 说完就跪下身来框框的磕头 另一名女子也跟着跪了下来 把这几人一路以来的恶行给透了干净 原来那名女人是从帝氏最开始 和他们一个社区一起逃难的人 一路上丧失越来越多 食物越来越少 很多人都被这几人推出去为了丧失 为了活命这名女子也不得不委身于他们 这群人过了好一阵东躲西藏 杀人越货抢物资的日子 后来帝氏的幸存者基地建好后就投奔了去 他们在基地投奔了一个高层的弟弟秦蒙 负责背地里处理见不得光的事 前不久 因为分赃 他们一伙和秦蒙闹了龌龊 连夜逃出了基地 一路逃到了这片果树林山下附近的王姐家 然后就和前面那女子控诉的话堆上了 即便如此 那几名男人不仅喊冤 甚至爆出物资诱惑我们 我和哥哥了解到了前因后果后 对他们更加没有好感 物资也不稀罕 通过对话 我知道了这几名女子的名字 一个叫李小桃 一个叫张新宇 那两个掉进陷阱里的王姐 名叫王靖 还是被动物丧尸吃了 全凭他们自己的命了 虎哥一行人听了求饶的求饶 骂爹的骂爹 好不热闹 我示意张新宇用臭袜子 把他们每个人的嘴给堵上了 又让李小桃用绳子 把他们串成一条线 打算先把他们弄下山 下山的这一路好不热闹 求饶骂爹的 试图逃跑的 试图反抗的 最后无意不是胳膊腿挨枪 下山后又把他们多送了两里路 送到了王靖他们家门口 一路上很平静 没有遇到丧尸或者动物丧尸 想来是被虎哥一行人提前清场了 我和哥哥举起枪 砰砰起声 他们四肢瞬间各种一枪 倒地哀嚎一片 我对张新宇和李小桃说 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逃生的可能 我们打算把他们留在这自生自灭 如果你们俩不解气 可以自己动手 我们不会阻止 他们俩眉头紧簇 神色几番变幻 最终双双对视一眼 四下定决心 我们没有办法原谅他们 但是也不想让他们这么简单的死去 在这种绝望中慢慢等死 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排 说完又向我们下跪 两位恩人 求求你们就去张姐他们 这两名女子倒是重情义 时刻都不忘还在陷阱里的那两人 我们回到老宅 那两名女子早已晕过去多时 惨白着脸 任李小桃和张新宇如何呼喊也唤不醒 看着他们俩人眼神中流露出的 悲愤和关怀不似作假 哥哥在陷阱里一通操作 把两人救了起来 爸妈通过对讲耳机 也大致了解到我们这边发生了什么 很快打开老宅大门 将我们迎了进去 我们将四名女子安置在二楼最大的房间内 房间里的物资则清理了出来 堆放在一旁的走廊上 王静和陈嫩嫩一直没有醒来 幸亏药品我囤了很多 对症的药都拿出来给他俩用上了 张新宇和李小桃每日除了照顾两位病患 还主动包揽起做饭做家务的伙计 当然家务我们也并不会全让他们做 哥哥制定了一个卫生值日表 大家轮着来 通过日常聊天 我们了解到末世前张新宇是一名小学老师 而李小桃则是一名畅销书作家 她的书被拍成过电视剧 我当初大学时还追过 王静就是山下农户的一名妇女 陈嫩嫩是一名未毕业的大学生 经过数日张新宇和李小桃的精心照顾 王静和陈嫩嫩慢慢苏醒了过来 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地方 他们俩表情有点迷茫 环顾了一圈 王静转头看向张新宇说 新宇 我们这是还活着 这里不会是天堂吧 张新宇赶紧把事情经过讲给王静和陈文文听 他俩听完当即要给我磕头 感激地说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要不是你们 我们可能救 我赶紧拉住他俩摆摆手 微笑道 不用客气了 你们先养好伤 爸妈走进房间 看到他俩安然无恙 都松了一口气 妈妈关切地问道 你们没事吧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想吃点什么 但我介绍完父母 他俩又想要起身给爸妈行李 妈妈上前止住了他们的动作 拍拍他们的手宽慰道 安心在这里住下 好好养伤要紧 家里多了四个人 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也增添了一份快乐 王静和陈文文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 身体渐渐恢复 也帮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一群人中就数王静做饭最好吃 一日三餐这种大事从此就交给了他 他手脚麻利 做事很是力所 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美食 李小桃在我的提议下 也渐渐使起了笔 又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 他打算把这些年的经历洗成一本书 我们所有人都很支持他 毕竟前两天大家伙刚看完了 由他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很佩服他的才华 陈文文迷上了种植 这段时间天天在地里忙活 是弄着蔬菜瓜果 浇水捉虫 干得热火朝天 天刚下过雨 黄瓜藤和豆角藤也长六块子那么长了 陈文文帮着老爸 在给黄瓜藤和豆角藤搭架子 张新宇在井边洗着刚采摘回来的茄子和辣椒 哥哥站在旁边从井里往上提水 时不时还偷看他两眼 我和妈妈见状相视而笑 电子宠物狗们围着张新宇撒着欢 猫咪们则懒洋洋地躺在躺椅旁 肚皮朝上呼呼大睡 如果不管外面的世界 这一切简直是人间最美世界 这段时间广播中一直在播报丧尸病毒的基因序列和丧尸泄青的通讯 华国西南生物实验室成功提取了一批丧尸血清 这是制作疫苗的关键 为了拯救人类 这批血清需要紧急运送到A城第一生物实验室去 第一生物实验室的科研专家们都焦急地等待着血清的到来 大家都知道 只有成功研制出疫苗 才能阻止丧尸病毒的蔓延 我忍不住祈祷 我知道国家不会放弃我们 全国都在努力 我希望快一些 药物研制一定要快一些 希望浩劫尽快过去 然而这个任务并不容易 据说现在的丧尸不仅速度越来越快 力量也越来越大 破坏力十足 更何况这个病毒已经在动物间传播 动物丧尸越来越多 各种危险无处不在 这几日 广播每日都在滚动播报 西南生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将血清分成几批 放置在特制的冷藏箱中 有一只只精英小队护送 各个幸存者们若是碰到精英护送小队 仅为他们提供支持与方便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到夏天 桃树林的桃子已经接近尾声了 除去被周边村落的一些幸存者采摘的 我们一行人也收获满满 这天 我们几个人摘桃子的摘桃子 检查更换真眼摄像头的更换摄像头 各自忙活得不亦乐乎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我们几人吓得面面相去 我赶紧示意张心与他们赶回老宅 自己则和哥哥摸出一把枪 悄悄往爆炸声传来的那个地方靠近 砰 砰砰 寂静的大地上又传来了几声枪响 随后又是一阵激烈的枪声 四两伙人正在焦火 我和哥哥躲在草舵旁远远地望过去 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和两辆吉普车上的人正在血拼 不了解情况 我俩都没有轻举妄动 枪战持续了一会儿 进入了拉锯站 我和哥哥又观望了一会儿 看到他们并没有往这边来的迹象 我俩又不动声色地返回了老宅 回去后要求值班人员提高警觉 几天后的早上 李小桃带来一个好消息 他的新作第一部已经完结了 我们听完都很兴奋 李小桃和我们描述着他第二部的构思 我们纷纷热烈地讨论起来他的新作 连在电脑监控前值班的陈文文也被吸引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小桃以第三人称小说的形式讲述着末世的种种 剧情跌宕起伏 波澜壮阔 别有一番滋味 咚咚咚 老宅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我们大伙都被吓了一跳 面面相去 哥哥迅速站起来 跑到监控前去查看 只见大门外的地上躺着一个人 估计是体力不知晕倒了 我在监控视频的画面中放大他的身影 月月 那个尖章 我看得好眼熟 他是不是国家不对的 爸爸凑近看视频中显示出来的画面 有些疑惑 如果是军队的 那先把人就进来再说 妈妈接话道 我们一家通过监控画面 确定外面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打开了大门 发现男人身上有血迹 面色难看 是彻底晕死了过去 我们连拉带拽地 把他拉进到老宅里 哥哥和爸爸给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又把他随身斜垮的箱子取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这时 有照顾伤患经验的张新宇的李小桃忙活起来 张新宇拿来了注射器 给他注射了一点药物 李小桃查看了一下他周身情况 给他灌水喂药 等到了下午 他的脸上才稍微带了点泄色 应该是脱离了危险 哥哥瞅了瞅他的箱子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决定检查一下 箱子打开后 露出来里面的一个小型的冷藏箱 以及旁边一本用牛皮纸厚厚包裹的资料 大家心里隐隐有了猜测 但具体还是要等他清醒过来才能确定 幸好没多久他就醒了过来 虚弱地已在床上向我们说明了情况 这些东西很重要 我必须要抓紧送到A市去 这时妈妈端来了一碗白粥 她边喝边向我们讲述事情的经过 她是护送精英小队的队长卢永恒 四批护送小队中 他们是第三队 前两队直升机护送 而他们另一队和这一队人则是分别开车护送 结果在途经此地时被埋伏了 不知道哪里走落了风声 被一群勾结境外势力的人 打探到了他们这条路线的消息 对他们进行了拦截 对方人多势众 还占据了优先优势 值班的陈乐乐和做饭的张静 我们大伙纷纷戴上对讲耳机随她下山了 路上我们问出了内心最大的疑问 她是如何知道这片果树林山上面有人的 她说是敌方交代的 经过几天的僵持 最终以护送小队牺牲四人 重伤三人而敌方全军覆灭 结束了这场战斗 她去检查敌方有没有活口时 听到对方一名重伤的人求饶时说的 那人告诉卢永恒 他们原计划是打算上山来了攻破我们老宅的 结果在山下修整的时候 却意外惊喜碰上了护送小队 在物资和更大利益面前 他们选择了后者 于是就有了那场僵持几天的血拼 这时我们众人心里的疑问更大了 这伙人又是如何知道我们老宅有物资的 看来只有到现场后才能知道真相 各有心思都不履匆匆 很快就到了他们上次枪战地 现场一片狼藉 狮孩残肢遍地 两只动物丧尸把周围霍霍的没法看 妈妈已经呕吐了出来 我们大伙脸色也都不好看 卢永恒则迅速击毙了那两只 准备攻击我们的动物丧尸 赴幼朝旁边的矮屋子里飞奔过去 我们磊随而至 就见四个裹尸袋旁边 躺着两个被简单包扎处理的人 张新宇赶紧用注射器 给他们二人注射药物 又给他二人现场挂起了吊针 他俩这情况不易挪动 先说完夜补充点能量再做安排 我们点点头 剩下的时间我们打算 先把四名烈士给安葬了 这时 李小桃急匆匆地跑进来拉住我 月月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是虎哥 他竟然活着联系到了秦蒙 不知道秦蒙怎么被他蛊惑和他一起来了 我刚刚查看了那些残破的头颅肢体服饰 辨认出了虎哥还有秦蒙他们那伙人 他说得又急又快 话没说完呛壳了起来 我赶紧给他顺顺后背 目前的好消息是这群坏人都死了 坏消息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结外生枝 不过 也不太担心 因为我们的老宅兼固入堡垒 且还有最后一宠保障地下室 这样一想又稍稍地落了心 泥土渐渐将烈士们全部覆盖 卢永恒神色黯然 一抹难掩的悲伤浮现在他那坚毅的面庞上 我们纷纷对着烈士木攻身敬礼 我和哥哥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坚定的眼神中看出了什么 三名护送队员就此在家里休养身体 大家伙因着对他们的军人滤镜 对他们推崇备制 赞誉有加 不仅每天变着花样地给他们做菜煲汤 帮他们补身体 更是每天推他们晒太阳 讲故事 生怕他们感到无聊 小桃大师的心作受到了两名伤患的追捧 每天都催着陈文文给他们面上几张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养护 两名伤患这两天 渐渐可以自行走到餐桌前吃饭了 这俩小伙饭量最大 现在张静蒸了两个电饭包的饭 都不够我们大伙吃 还要单独再煮点面条 就着大锅里炖的冬瓜排骨 轻轻松松炫几碗饭 幸好我们的食物够多 每顿饭妈妈都交代他们一定要吃饱 只有吃饱了才能养好身体 卢永恒一队人没有多做停留 等身体恢复一些之后就着手准备出发了 我和哥哥决定随卢永恒他们一起 将血清和病毒资料护送至A室 我坚信没人比我更合适 我有空间 把血清和病毒资料放进空间内 任谁也无法找到 而且我的空间还有保鲜功能 不用再想办法费力位特制的冷藏箱充电 哥哥则是不放心我 坚持要随我一起加入护送小队 我问哥哥 有没有跟新宇说过此事 哥哥没有正面回答 只说这次如果平安归来 我就向他表明心意 哭黄的落叶随风打着转飘在院子里 我和他一起注视着前方静默了会儿 起初父母不同意我们的选择 但是听完了我和哥哥的理由 在国家人民大义前面 父母也不得不让步 只得选择支持我们 出行前一天 我清点了一下物资 地下室的物资基本没动 二楼的物资也还剩下一些 加上之前在果树林采摘的水果以及蔬菜 够他们吃一阵子了 我空间内至少还有二分之一面积的物资 我将一些米活面之类的生食整理了出来 再让王静他们帮忙 做出大量的熟食囤入了空间 以备路上消耗 这样一来 我们一行人可以轻装上阵 更省时省力 第二天清早 妈妈双目含泪向我们挥手 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遇事机灵点 爸妈等你们回来 王静他们也纷纷红着眼眶 给我俩送别 李小桃哽咽道 你俩安心去为国战斗 我们会替你们照顾好叔叔阿姨 新宇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主动抱了一下哥哥 柔声道 等你回来 哥哥重重地点了点头 和我一起随鲁永恒他们离去 开往A市的路上 沿途的环境萧瑟 房屋破败不堪 我闭眼不再看 道路开始变得颠簸 我趴在窗口看了眼外面 入目是大片荒芜的土地 风卷起砂石疯狂地拍打着窗玻璃 让人感到无比沉重 我内心祈祷我们这一趟顺利 希望一切都尽快好起来 浩瀚宇宙 人类很渺小 但只要有了信念 就能够拥有无尽的力量 创造出奇迹 有行动就会有希望 有希望就有光明 赴A市这一路遇到过各种危险 也有很多温情和机遇 两个月后 我们终于成功将血清和一批病毒资料 转交给了A市第一生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他们在收到东西的第一时间 开始了废寝忘食的研究 经过数月的努力 科研人员们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疫苗被成功研制出来 临床两个月后投入了全国性使用 疫苗可以防范被丧尸咬伤或者抓伤后变异 但那些已经变成丧尸的人类已经无法救回了 是做死亡 同时 国家开始了丧尸歼灭计划 大批的军队注射疫苗后 开始对丧尸展开了全面的攻击 他们组成了一对对特殊的歼灭小组 配备了先进的武器和装备 以及高效的通讯系统 他们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利用疫苗的防护效果 近距离接触丧尸 进行有效的歼灭 他们的行动迅速而有条不紊 每次出击都能够清除大量的丧尸 随着时间的推移 歼灭小组的行动范围逐渐扩大 他们开始进入更为危险的地区 并开始和动物丧尸进行战斗 前路充满了危险和未知 这些歼灭小组们没有退缩 他们用勇气和智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而我和哥哥也加入了他们 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坚持后勤工作 为歼灭小组提供了很多救治和帮助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丧尸的数量逐渐减少 人们的生活逐渐开始恢复正常 他们学会了如何与丧尸共存 建立了一套有效的防护措施 人们开始重建家园 修复被丧尸和动物丧尸们破坏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 他们重新种植庄稼 恢复了农田的生产力 人们的笑声再次回荡在这人间 当然创伤还在 但我们更要迈不向前 携手共创生命的奇迹